乌克战争难道有最新的进展了吗 今天国际间都在关注这个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日本广岛跟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谈的时候 被记者提问到了 巴赫姆特是不是还在乌克兰的手中呢 没想到泽伦斯基接着就回答 我认为没有 被解读 证实了巴赫姆特已经沦陷 然而泽伦斯基随后澄清 原来是他听错问题 一切都是乌龙 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广岛坐下来 对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突然被现场记者问到这一题 想了两秒 泽伦斯基这样回答 这一句没有 瞬间被国际社会解读成 证实巴赫姆特已经沦陷 但泽伦斯基发言人随后立刻发文称 泽伦斯基所谓的没有 是针对记者提到的二方称 拿下巴赫姆特 全是一场乌龙 但国际社会会这么紧张 因为稍早这段影片 瓦格纳士兵举着白蓝红 俄罗斯国旗登上大楼废墟 声称完全掌握巴赫姆特 瓦格纳说他们25号将开始后车养兵 除了谢谢总统普钦 还不忘再骂一次俄罗斯国防部 不过乌克兰跳出来否认 巴赫姆特已经沦陷 乌军说他们还在巴赫姆特城市里战斗 而且城市外的郊区更夺下几个制高点 而美国刚表态支持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但在战机真正送到战场之前 乌军只能苦等 同时俄罗斯周六又炸几腹 这是防空系统拦截俄军神风无人机的声音 几块碎片砸到名宅屋顶起货 这是5月以来俄军第11轮轰炸 幸好目前没有传输上网 TNBS新闻综合不懂 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 到底有没有被俄罗斯军方成功的占领 又或者是乌克兰现在还在第一线死守呢 各方是各说各话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俄罗斯的军队 从一开始原本的混乱 到现在更有组织性了呢 来看到美国的CNBC 就引述了伦敦权威智库学者专家的一份报告 里面就点明了俄罗斯方面 现在是经历了陡峭的学习曲线 再不管是组织或者是协同性呢 其实都有大幅的提升 而且最重要的可以看到呢 俄军现在也是精于防御 除了在前线呢 纳入了大量的炮火 同时呢也是有带来非常优良的电战系统 可以进行电子作战 而且呢是广泛的去干扰乌克兰的无人机 最近的例子可以看到 乌克兰在过去一个月 在前线其实已经失去了万架的无人机 这个因而就可以证明 俄罗斯的电战能力呢 其实是具有毁灭性的效能了 但是像我们常说的 其实傲者必败 所以呢这些学者专家呢 也点明如果俄罗斯军队在这个时候呢 认为他们能够成功拿下乌克兰 那可不一定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 现在呢据传投入了72个旅 这个数字呢 是多达了20多万的兵力 希望呢可以反击俄军 乌克兰当局其实是有在保留20个旅的兵力 要趁着俄罗斯的军队疲惫 再来出击 好谢谢欣宜带来的最新消息 不过我们要带您关注到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下午 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会谈 拜登除了宣布提供3.75亿美元的军援之外 也包括点头同意北约国家提供乌克兰关键的F16舰机 相隔三个月美国总统拜登 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在G7峰会上面对面坐下来好好谈 会后拜登在宣布提供价值3.75亿美元的最新军援 用行动展现持续支持乌克兰 他也强调绝对不会容忍普京的侵略行为 而这次见面对泽伦斯基还有战争局势来说相当重要 除了说服欧洲各国持续关注 也是要让普京看到乌克兰的实力 毕竟现在美国已经同意放行 北约国家提供关键的F16战机 一旦交到乌军手中光是在意义上就很重大 在实战上更不用说 因为F16是全能型战机 可以进攻可以空对地攻击非常多功能 尽管接下来还需要至少四个月的训练期 但美国的点头加上拜登跟佐伦斯基再度面对面 势必激励乌军的前线士气 TVS新闻综合报道 欧美网友想要援助乌克兰军队F16战机 现在美国已经同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代战机 有非常优良的航电系统 以及可以进行试剧外的攻击 过去没有办法援助乌克兰F16V的一个原因 这是欧美国家担心它没有办法抵御 俄罗斯的防空飞弹系统 不过现在既然美国已经开绿灯了 但是这背后其实是有条件限制的 来看到限制条件就包括了 仅能够用于防御 而且是限制乌克兰不可以用F16 来进行反攻作战 就担心会破坏平衡 希望可以借此来控制战况 就担心就是欧乌战争有可能会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来看到其实美国是不希望能够打破战争的平衡 虽然说要协助乌克兰来抵御入侵 但是又要防止乌克兰借用F16V来直接攻入俄罗斯的领土 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战事可能会扩大成为导火线 所以要求这个F16在性能上面是有所限制的 不是能够进行攻击 只能够提供防御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这么多的F16到底从哪里而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跟北约国家 其实已经陆续的在换装成为第五代战机F35 所以有大批的F16现在正在等着泰除 所以现在其实有两名的乌克兰种子教官 已经前往到美国进行受训了 那泽露CC是非常期盼 在今年秋天之前可以获得40架的F16 而且至少可以配备给两个重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